美国对北韩政策特别代表金城 和韩国韩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鲁归德 时隔一周再次会晤 金城在会谈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双方就包括对北韩人道主义支援的各种想法和构想 交换了意见 正等候北韩的答复 金城说 美韩两国再次重申 通过外交方式寻求韩半岛完全无核化的共同承诺 并希望得到北韩的答复 韩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鲁归德介绍说 其间 韩美就双方可共同促进的 对北韩人道主义支援项目进行了协商 两国今后将继续保持密切合作 鲁归德还说 自己与金城代表 共享了对北韩核问题等韩半岛情况的评价 鲁归德表示 在韩美两国紧密的合作下 韩国政府持续密切关注 北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活动 鲁归德的表态可视为 政府已获悉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 北韩最近重启宁边核反应堆的报告 美国白宫对此表示 美国已获悉北韩重吁宁边核反应堆 正寻求与北韩对话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 美国持续寻求与北韩对话 以商讨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报告 和有关无核化的所有问题 有关北韩重启核反应堆 美国拜登政府的正式立场为 北韩核问题是急需通过外交和对话解决的问题 为促使北韩参与对话 美方有可能已将包括 对北韩人道主义支援在内的 韩美两国各项构想转达给了北韩 最欄提兜与北韩顿